专业 特曼 柯医生在那边真的很不错 那当然 人医素好 听说柯医生现在每月 光效益工资 都拿一千七百多呢 这么多 你赠后几个月的呢 是啊 别造谣啊 以为开银行呢 那柯医生刘芳说的 那还有假 他说现在柯医生门题若是 咱们道好 门可落缺 羡慕啊 你们也过去啊 行吗 好好工作 柯医生在吗 赵小丽吧 柯医生特意嘱咐过 这几天可能要来生孩子 柯医生呢 柯医生已经不在这儿工作了 柯医生去 富有不孕不育治疗中心了 他在那当主任 那你们忙 我去那边 赵小丽 柯医生不在这儿了 中山可以为你健身啊 既然来了就住下吧 我还是喜欢柯医生给我健身 我说你这人有毛病啊 还挑医院挑医生 这么大一个中山医院 就容不下你这个孕妇啊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什么医德呀 根本不配当医生 我就是喜欢柯大夫 他人好 医术好 我这孩子就是他让我怀上的 我就是感觉他怎么了 狗眼看人低 你怎么骂人呢 骂你怎么了 今儿我还揍你呢 算了算了 不跟他一般见识 孙小山同学 最近学习还好吗 我知道你思想改造得怎么样了 刘老师和全门同学都很想念你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们马上就要见面了 海神教委 号召全是六所中别中学的在校团员 对少管所的商年范 进行一对一的帮教活动 班里有很多同学都帮我们当了志愿者 都刚上新青春团了 他也会去参加 我们帮你去你所在的少管所 你会欢迎我们吗 你会欢迎我们吗 真的不行 你们还能想到我 孙小山 赵 赵 赵大远 孙小山 你到底有几个妈呀 几个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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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 那个叫柯丽的 说是你妈 对吧 她来了 我不见 这一次啊 也说是你妈 北方来的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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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 妈 我也想你 妈 孩子有人欺负你吗大妈 妈 你放心吧 没人欺负我 你看你都瘦了 妈 别哭啊 妈 你别哭 没事 我在这儿特好 我在这儿天天上课 还学思想品格呢 我现在还没到十六岁 就能跑圈啊 是吗 对 那你还品德学咋样呢 知道自己错了吗 知道我错了 我当初就是太冲动 我现在可后悔了吧 好 有道理就行了 是吧 以后啊 遇见事呢要多想一想 别跟妈学 多通通脑筋 看像妈似的 说二踢脚子 老师 如果我接了他 我接了他 你不信 知道您说的是谁啊 他刚才我都信了吗 我一封都没看 儿子 我了不起 你没对不起我 是我自己分口 儿子 你们这警察挺好的 胡了八图的 都不知道哪天探视 可是警察看我大老远的来了 就让我进来了 我一定听话 妈 您醒悟 没事 孙老山上课了 快点叫走颜乐课了 妈 儿子 儿子 你应该要听警察的话 听见了没有 好好学啊 到时候妈来接你们 你放心吧 我放心 快点 你放心 我放心 爸 你又注意身体啊 我注意身体 我得走了 好 干嘛 你干嘛 爸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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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用不了 好 心里没有 您收起来 爸 你注意身体 还好 别动了啊 别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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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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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注意安全啊 请大家大声地念出来 感恩 请你们现在 在表格里写上四个人的名字 他们分别是 你最亲的人 最感激的人 最关心的人 和最恨的人 没有的可以不写 现在可以冬笔了 谢小山 知道为什么找你谈话吗 知道 你是唯一一个 在你最恨的人一栏里边写的名字 我看你 为什么恨的人 她好像每一周都给你写一封信 应该很关心你 可你好像从来都没有叉叉看过 小山 我看不看这些是我的自由 这您不能强迫我吧 没错 说说你跟她的故事吧 我跟她没故事 你母亲有两个结拜姐妹 她是其中之一啊 从什么时候开始恨你 一直恨你还是后来 其实吧 我小时候不是恨你 就是一阵儿不喜欢一阵儿喜欢的 没什么 我来不是出事了吗 我把她起诉了 就这样 恨她起诉你 是吗 如果不是她起诉你的话 你还要恨她吗 这个说不通 可她为了减轻你的罪行 自己受伤未遇 这就知道了 你现在要感谢的是给你生命的人 就是你的妈张杰 还要感激抚养你长大的人 就是你的董妈妈 还要感激舍己为你的人 可丽 小岛元 我妈张杰 还有我的羊母祖团 我肯定会报答 但是颗粒 不可能得到我的感激 我現在可以 你不能够 我肯定会报答 那我肯定会报答 我及格率 不可能得到你 没有 你现在没有 我应该报答 我会报答 我跟ittle 不要 我先 老婆 我已经有点 好 说我 我就是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 小山啊 你想一想 如果社会上每一个人 都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话 结果会变成怎么样 小山有给你回信了吗 她能看我的信 我就心满意足了 小山有给你回信了吗 但愿小山将来能够理解你 我怎么说你好啊 你这智力也就是管理饭店的水平 公司化经营是现在所有生产企业 都面临的一个机会和挑战 你算一下 咱们厂生产利润有多大 咱们厂已经很大了 数目蹭光 我给你举一个特别通俗的例子吧 那一瓶啤酒 从啤酒厂生产出来 卖两块钱 利润呢一毛钱 我喝完啤酒以后 把啤酒给他们卖了一毛 但是卖啤酒的商店呢 卖一瓶啤酒 除了税工商管理费以外 利润大概是一块一 谁挣得多 那我觉得还是啤酒厂 毛利多销嘛 那如果啤酒厂自己直接卖啤酒呢 或者卖啤酒商店扩大经营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你是不是 要把咱们生产出来的机器 直接卖掉 不仅如此 我还要把别人的东西 拿到咱们这儿来卖 这就叫公司化经营 你是实权派 都听你的 哪里 你是一把手 还得经过你允许不是 进来 王总 老王 二成 咱们厂呢 想成立一家医疗器材的销售公司 你做经理吧 本来学的就是医 这现在让你当保卫科长有点不伦不类 八子还没一瓶呢 招什么急 老江是最佳人选 这事就这么定了 刘大鹏跑业务 他在家作证 刘大鹏 咱们厂这些进口设备谁找来的 人家刘大鹏 半年厂里盈利八百多万了 再说你现在跟柯莉 行了 少在我面前替他 张姐 你和柯莉之间的事情 咱们得谈谈 我认为什么 有趣,就是 我认为你 想和柯莉之间 有什么细节 我认为你 最后 是 如今 李黎 都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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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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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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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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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天去医院做个检查了 我陪你一起去 不用了 你工作这么忙 没关系的 也是 我这些年这么忙 都没给你好好地做过一顿饭 还总吃你做的真是惭愧 等我六十岁的时候啊 你想要去上班也不行 到时候 你每天得给我做个饭 然后沏一杯好茶 放在我的手上 我把你的事都做了 那你干吗呀 享受啊 享受你的关怀啊 就像以前那个大电影一样 不过那个时候 年纪大了 脾气可能会坏 冻不冻就放了 来 茶怎么气的 能烫死我了 去 把它给整凉了以后都端上了 我现在知道什么叫做幸福 它是 丛容 就是这样的本事 来 去 对 现在就给我去吃一杯好茶来 想了没 哥 你怎么来了 找你几个车间了 这一阵子工作积极性挺高的 我觉得现在自己浑身是劲 你欠唐的一份情 我知道了 这一阵子工作积极 你脸这么小 早你就是为了这事 下了班陪我去一趟医院 最近凶闷的火 行 我肯定去 你先回吧 那我先回了 哎 哥 太安小了吧你 亏你还是个军人呢 不是 这一阵子 你家艾复的表情 很奇怪 我也是学医的 太敏感 不就是让你再做复查吗 我想 你是不是前一阵子生气给气的 别多想了 云云该等急了 走 可是我这里 已经痛了一个多月了 我怕会出大事了 你看 会不会是 哥 你想哪儿去了 那个是什么病 随便什么人都能得的 我跟你说吧 咱们哥俩的好日子 可是刚刚开始 老天爷长着眼呢 还有东西忘在那颗了 你等我一下 我去拿啊 护士 郭大夫在哪儿 郭大夫在哪儿呢 郭大夫在哪儿呢 好 谢谢 郭大夫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当他那个姓姜的病人 他到底得了什么病 还没有确诊 那大概呢 医学是科学 没有大概的 不是 我就是想问一下 他得的是不是癌症 在没有确诊之前 我没有权利告诉你这些 大夫 郭大夫 是这样 如果万一大概兴许 可能他得的是癌症的话 您先告诉我好吗 他承受力有限 行 我一定先告诉你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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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不少啊 郭大夫 跟你说个事 不过你别不高兴 也别想别的好不好 什么事你说 是这样的 远远呢 想让薇薇任你当干爸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这好事啊 我当然同意啊 你同意了 那太好了 是这样的 当初呢 董环 柯丽 还有张杰啊 他们有过誓约 说谁家如果有孩子了 另外两家 必须把这个孩子当亲生的 现在董环 张杰 对柯丽那样 他们这失约呢 也就毁了 咱们哥俩续上 让薇薇任你当干爸 咱们哥俩就更亲了 好 好吧 当然好 我赞成 好 好嘞 干一个 好 哥 您怎么了 哥 又疼了 别说地上没失约了 快 快上医院吧 住宿 咱们上医院 慢点 走 好 走 郭大夫 CT的结果出来了 今天感觉怎么样 情况是不是不太好 你那个朋友 今天怎么没有来啊 他出差去了 不会来了 我在这儿也没什么家人 你就直说吧 江小成 听你的朋友说 你曾经是位军人 是 我很坚强的 你放心吧 有什么问题 你就说 新肝肺 是哪一部分出了问题 是肝 肝上有一个胀胃病变 肝癌 你不用着急 实际上 胀胃病变有很多种 比如说血管瘤 囊肿 但是要做肝穿刺 才能知道结果 穿刺 对 做活检 我不做 不做病理 就不知道最后答案 这后果你很清楚啊 我说过了 我绝对不能做的 如果是肝癌 你这样的决定 会耽误你的治疗 你好好考虑清楚啊 郭大夫 结果出来了吗 你 你不是出差了吗 我从家到医院 就是出差 兄弟 我说了 虚惊一场 没事了 真的 郭大夫 真没事 是 是 没事 没事 好 哥 我说没事吧 那怎么样 什么时候出院 他们说完就走 好 我给你办手续啊 好 来了 今天高兴 喝点酒 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啊 一个人不喝酒 我陪你喝 今天啊 我打了电话 给少管所的指导员 她表扬了小山 说小山现在啊 不光主动地帮助同学 还主动地承担一些事情 像什么 每天 职日 还有同学病了 把同学送到医院去 我真没想到 小山会变得这么快 来 喝一杯吧 过了 酒喝多了 身体不好的 你没事吧 没有 对了 小山的事 我想过了 等她从少管所出来之后 我马上就到民政局 去把她签入户口的事情 给落实了 这么一来 咱们这个家 才算是完整 谢谢你 谢谢你 二长 来 谢谢你 好 就喝一杯啊 来 请 不 我 就是 那么 她都没有 你也会找着 她会找到她的 现在这个问题不存在了 是他主动提出来的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现在我和董环就是障碍 我是长江 他是喜马拉雅山 谁想飞也飞不过去 我现在就给杰打电话 你给我站住 小大回你家打去 张杰 小杉是我生的 这点你不否认吧 小杉是我和董环养的 这你也不否认吧 我不否认 可是可是什么呀 你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监狱 这意味着什么 你就不想要他 你觉得他是个累赘 我看你当初就后悔生了他 你还是人吗你 你就不是人 你连畜生都不如 我配你他有脸给我要儿子 你有脸吗 你有脸吗 你告诉我 你骂够了吗 我没骂够 我骂你三天三夜都不够 好 你骂吧 你今天骂够为止 骂吧 我说你还来劲了是不是 小杰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起诉小杉 真的 真的 放屁 你没起诉 全医院的人都能证明 你还想抵赖呀 当表才想练牌坊是不是 我给我滚 跟我家给我滚 我听见没有 我不想见着你你给我滚 你滚听见没有 你从我家给我滚 我家不欢迎你 你听我去吧 滚 我真的没有起诉 我听你说什么呀 你给我滚 你懂不懂 你要让我说多少次 你才能想睡着 你给我站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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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是我 你听我说 她一定还在误解 你起诉小山的事 先去安排 富有医院的事 去当红鸡图 这件事 一定得当面交流 还是别去了 去也会被她轰出来的 我们不能因为 怕困难就不去 得知难而上了 我说别去就别去了 哥 牛桃啊 我送你上医院吧 爸 不能手术 你是不担心钱的事啊 这是两万 是年纪给你准备的 后边花多少咱能有 你就别管了 兄弟啊 不是钱的事 哥 你这是病不能耽误了 手术不能耽误 我给你做主 给郭大夫打个电话 您好 是郭大夫吗 您好 我是家艾成的朋友 我想问一下 他什么时候能做活检 是吧 好 谢谢 他肯定能有准时到 谢谢 谢谢 再见 哥 你通知克力吧 现在就是有什么事 也不能耽误这个 不用了 他已经迟了两天班 脱不开身了 我看出来了 你是想瞒着他 不想让他为你伤心 可是哥 如果真有什么事 你想瞒都瞒不住了 当初你怪他瞒着你 现在你又这样 你瞧吧 这你们俩 你说得对 我去找他 这样子好跟他交流 电话里说不清 还吓他吓了一条 好 我可以去啊 慢点 走 你吓我一跳啊你 你怎么了 脸色不好 病了 昨晚没睡好 想你想的 你给我来个电话就行了吗 还有事吗 没有 就是想来看看你 你别弄说我妈了 柯丽啊 柯丽 老师 二陈也在啊 二零三床病人有情况 你去看一下 好的 我马上去 你干干嘛啊 我先走了 你去忙吧啊 二陈啊 找柯丽有事 好 没事 你就是顺便 过来看看她 好 那我先走了 好的 好的 老冯 好 院长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全国的妇科医学交流年会呀 给了咱们医院一个劣席指标 你和科主任谁去呀 你们俩自己商量 让柯丽去吧 这是个好机会 那也好 明天去报到 老冯啊 我还有个想法 把这个妇科和产科分开 现在各大医院都是这么做的 这样呢 好统一 由科主任管理 你看怎么样 柯丽的工作 已经很重了 这个给年轻人身上压担子 是培养年轻干部的最好方法 班长 每天早上起床 一定要退一杯温开水啊 知道了 还有 晚上呢 十一点钟以前 一定要上床睡觉 等死五觉 到了曾大夫 别看你自己是一个医生 有一点啊 控制生活规律的问题 那 亏你还是医学院毕业的呢 你跟医生能讲生活规律吗 不 跟我说真的 再次你一走 我还有点习惯 没抽搐 想我的时候打个电话给我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活活妈妈的 以前怎么不这样 有点不习惯了 一会儿送你到门口 都说了不用了 在门口嘛 来 坐齐了 走 好 好了 我们送了 今天要不要照顾自己啊 谁呢 谁呢 你今天是怎么回事呢 好 好 我走了 好 到了 把电话给你啊 好 我给你电话啊 刘主任 江经理 有什么事吗 我从王总那儿过来 有些问题想要请教你 什么问题啊 这么严肃啊 谢谢 公司的进货是由你负责 我作为经理 也应该要知道 我们所销售的那些医疗器件 是哪里生产的 进货是否通过了正常的渠道 因为我们销售的医疗器件 大部分都是国外的厂牌 所以更应该要弄清楚 这么做 不光是对我们的客户负责 也是对那些患者负责 江经理不愧是学医出身 你的仁爱之心我很佩服 不过这件事 我不能告诉你 我跟王董事长有缘在先 我的关系 不能透露给任何人 这是商业机密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 这个字我不能签 签不签字是你的事 我只负责进货 那好吧 我再去找王总 我找过刘大鹏吗 他不肯说 好 二成 这些年呢你一直在部队 不了解商业这一套 现在有了人际关系 就等于有了大把的钞票 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饭碗 给别人断 是不是 我也问过 实在不跟说就算了 可是货物来源不清楚 这个字我没办法签 那谁签啊 我签 你是经理你不签谁签 那好 你们就去找一个 愿意签字的人 来当经理 我辞职 经理经理 签字 这是什么 进货单 我不是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吗 没有搞清楚来路的这些细节 我是绝对不会亲自的 这合同已经结了呀 那你去找张长龙 王长龙也行 就这么办 好吧 哥生意不错 又进这么多货 哪产的 不知道 你是经理你不知道 又让那个 王志刚跟刘大鹏给嫁个红了是不是 你呀也别生气 白拿一份高公司又不让你干活 你多生气 是 国家对于这些进口的医疗器械 都有很严格的规定 那些提货单 我要了几次 他们都不让我看 我怀疑这里没有问题 公司的事你就别较真了 走 说说你的事情 哥 哥 我和媛媛可愁了半天啊 你去了一趟什么都没说 我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 你想想你上医院万一有点什么事 你想说的也没说了 合理呢想听也听不见 他得多伤心啊 是 我了解他 所以呀你得说 你打电话吧 兄弟 哥跟你说 我在部队时候的事 我当了几年的飞行员 没在身上留下一触疤痕 这是我的骄傲 如果不是决定 要和颗粒生活在一起 我是绝对不会 轻易离开我的军力生涯 不行 我懂了 你不是怕做手术 你是怕在身上留个疤是吧 算你说的对了 可是你为颗粒在身上留个疤又能怎么样呢 那好吧 那好吧 我们明天做 这不就对了吗 经理 张厂长都发火了 让你们俩马上过去 厂总 我们俩马上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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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